外面一吃这个圈圈就非常酥 这边就有嚼头 前面就很嫩 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推荐的菜品是黑龙江的老菜 叫炸葱条 来 用心做好菜吃出健康来 非常简单 就是说这乡村芽 和个面糊下锅炸 炸完蘸这个椒芽吃 现在我们开始调这个霧 咱们说在家咱们可以割全的 商业板它就是割蛋清和淀粉 先把蛋清打出来 把香榛这样 在木质的地方给它往下修一修 这样把这个根这么修一下 然后这么摘起镜 现在我们把它下锅 打下水槽 必须开锅 一开锅就绿了 这颜色 现在呢 看好了 看这个颜色 用水 投凉 还有这个吃大的 这样的 这样中间还要来一刀 来一刀 现在咱们开始 一片两半 这就可以了 现在呢 我们用这个黄瓜摆一下边 让这菜品呢 更好看一点 切点木耳丝 这木耳丝呢 咱们放在那个小花盆里面 这个衬托一下那个土地的颜色 看好黑木耳丝 来 朋友们往前来 看一下啊 开始调糊 糊里首先先加上盐 可以 面粉一勺 土豆粉 这叫丁两勺了啊 加上一两瓣 加上一两水 略微略微提一点 再少加点面粉 好了 就这样啊 朋友们看一下 这样就行 然后呢 把这个料 腌尾一下口 加入盐 味精 攒上点干面粉 拌一下 这样呢 挂熟就好挂了啊 好 有的地方呢 管着叫炸面鱼啊 也这么炸 香村鱼就是它 来 看 这个糊啊 不能过后 你要叫炸面鱼啊 香村鱼 你就把它炸得像那鱼尾一样啊 都样的 都样的皮菜 还这样啊 冰龙姜呢叫炸香村 皮 来 朋友们咱们往前来看一下啊 这个炸好的是这样 这个颜色啊 这个炸好了 炸呢让它外烧啊 外皮要脆啊 才可以 食指呢 这个炸法呢 就是软炸啊 软炸 放 放了三五分钟以后啊 这个就软了啊 虎包的地方就是贴的叶 那个地方啊 是很脆的啊 那个没问题 好了 现在我们捞出双盘 来 朋友们咱们再看看 我这还有个 小锅锅 哎 放上 咱们这个 香生条啊 看一下啊 炸好吃这个样啊 叫条啊 但是给它炸成鱼尾形啊 这样呢 外面吧 一吃这个圈圈的非常酥啊 这边呢就有嚼头 前面呢就很嫩啊 吃的时候呢 蘸一下这个 椒盐啊 季节的关系啊 现在吃味非常好 这是真正的美食 好了 今天呢就说这么些啊 有什么需要呢 在我最新视频下方留言 谢谢诸位观看